本期文明 星期五 EDU 星期六 再来要跟各位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产业的概念 叫做供应链 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 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要一个产业要完整的发展 说供应链一定要完整的意思 就是每一个领主件 某一个部会某一个设备 都要有人有公司 都要有公司去供应的意思 最好是不要只有一家公司 万一他出了问题 供应链就断掉了 以这种通讯的产业 我们讲很多 LPWAN 很多技术 都一样的供应链的概念 先看最左边就是晶片 所以晶片制造商 非常非常重要 像大家都知道高通 Corecom 几乎是全世界 就是手机的晶片 的供应商 所以各位手机的那个不管你现在是哪一个厂牌 里面很多 可能 那个最重要的晶片可能是高通 Corecom 就是晶片供应商 手机的晶片供应商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路由器 SWITCH Router 就网通设备 的晶片供应商 可能是Blockup 另外一家美国的公司 都是美国的公司 但是 我们这个LORA的晶片 供应商是瑞士的一家公司 叫 SAMTAC 就这一个 下面这个符号 SAMTAC 是瑞士的公司 那因为他 拥有很多专利 我们知道说专利就是 一个利器 一个公司 手上如果拥有很多专利 他单单靠专利就可以赚很多钱 包含刚刚讲那个 晶片的专利 就那个晶片里面一堆专利 所以你只能用那个晶片 你就必须付他钱 所以 卖专利或者授权 就可以 利益不败之地 就是说晶片本身 目前这边是瑞士的SAMTAC 为主 那这个晶片 通常把它变成一个模组 就一个module 就晶片本身要 旁边还有一些电路 电路要接一些 要跟外面沟通的 TX 你叫TXRX 就是传 书跟接收 或者USB 等等 你要一个晶片 晶片是放在这个模组 模组 所以模组是包含晶片在里面 那做晶片的是一个公司 做模组的另外一个公司 专门做模组 这台湾就很厉害了 所以这个LORA的晶片 全世界就是 瑞士这个公司为主 其他国家也不能做 为什么不能做呢 因为你没有那个专利 你一做就侵犯他的专利 所以 做不来了 像 台湾 做晶片也很多公司 那我们现在 晶片 像联发科就是专门做晶片设计 所以5G的通讯 4G的通信 网络的通信 WiFi 台湾很多很多晶片设计公司 但是都不能做LORA的晶片 因为专利是在LORA 在SAMTEC 手上 所以基本上它是 几乎是独占 除非它授权 那模组呢 台湾的供应链就很强 台湾的制造业很强 所以你看这里面 好几家都是台湾的 这个 Voxcom就是鸿海 做这个大量生产的模组 GemTank 正文 也是上市公司 Globalset 还田 那 再来这一家 好像被并购掉了 然后 公司会并来并去 不过做模组就 很多很多公司都可以做了 但是一定要有这个晶片 所以晶片就是最上游 有晶片 下面这些才能做 如果没有晶片 整个产业都不在 都不存在 所以有晶片变成模组 那模组本身就要放在感应器里面 就是Sensor 那这个就更多了 这个感应器 就没有全部列了 这感应器可能就 就几百家了 像Bosch Snyder 法国的 专门做很多这个电器 侦测器 跟他讲车子的 医疗的 居家的 智慧城市的交通的 那就很多很多 这个Sensor 就非常非常非常多 也就是这个Sensor本身 当然再加上它的感应器 所以Sensor有两个 一个是感应器 看你要做什么Sensor PM2.5 空气的 温度的 湿度的 风速的 风向的 雨量的 流量的 一堆一堆的Sensor 但是 这个Sensor 一定要有一个 这个LORA的模组 因为他要把它 送出来 所以Sensor本身 除了感应器之外 还要加上 这个Module 就是LORA的Module 那再来 这个Module就是要把信号送到基地台 所以有基地台 所以基地台现在前世也有很多公司 正文也有 Sysco 国外现在也很多很多新的公司 都在做这个基地台 台湾 之前像鸿海 他们也想做这个基地台 那当然不是不能做 有时候是商业的考量 就是你的市场多大 你要占多少的市占率 那有了基地台之后 后面当然就讯号钢体到会送到云端去 所以云端会有一个叫Network Server 就是放在 网络上面的这些伺服器 因为他要存 设备 对不起 存数据 做数据的储存 跟分析 最后面就是应用 应用就看 各式各样的 应用刚才讲 智慧程式 AI的分析 建模 所以你看 右边这边 都是云端 相关的产业 智慧程式 所以像 IBM Amazon Google 都在这边 那左 左边这边就是晶片 模组 比较硬 台湾的公司大部分都在模组 感应器 在基地台这边 那云端这边 这些都是世界级的 企业公司在 在run的东西 所以 一个 看起来就是整个供应的 基本上是 这个是完整的 从晶片 模组 感应器 基地台 到云端 这边 那云端当然本来就非常广泛 好 我们看一下 那LORA一样 刚刚 开始有提到 也有一个联盟 因为 就是说一个新的技术 要出来 靠单一个公司 有时候 不容易 就是要推动 就大家一起 打群架的概念 就大家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推 所以LORA的联盟 在2015年 就 等于说LUNCH 就成立了 就OPEN 然后 它里面就像 IBM 做银端的 Cisco 做激励台 HP SENTEC 做晶片 就是等于说各行 不是各行各业 就是这个供应链上面的公司 大家就 一起 来成立这个联盟 那联盟本身 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要定规格 SPEC 所以各位以后接触到各式各样的 不管产品 或者 一些新的技术 那个SPEC 都很重要 叫SPECIFICATION 简称SPEC 规格 那这个就定了叫LORA 一点点 那规格要定什么 就是定互相 沟通的标准 像这个 像这个地方 感应器要送给基地台 那都是透过无线 所以我讯号如果收得到 但是我要知道里面的结构 例如0100 前面一个by 第2个by代表什么 第3个by代表什么 就一定要有那个 规格 还有你的讯号 比如你的讯号是什么样 刚刚讲FSK 加上SPEC Spectrum 你的参数怎么设定 就是 就是因为说 你看这个 晶片 模组 感应器 基地台 这些都不同公司 不同公司做的东西要能够 互通 这个在产业界里面叫做相容性 Interoperability 这个议题 就是说我要能够相容 A公司跟B公司 做出来的东西要能够通 那唯一的做法就是 一个标准 就是大家根据标准去 各自去实作 可是我们也知道说 一样是 一篇文章 不同的人去读那个文章 他认知就可能不同 所以标准本身 是写得很清楚 这个应该 这样 可是A公司的工程师 跟B公司的工程师 可能英文程度也不同 可能理解背景不同 所以同样一份文件 给大家看起来都不一样 所以我的call写起来 跟你的call写起来 也不一定会相容 所以也是各位 如果将来做比较大型的计划 大家就明明分工好了 我负责这个你负责内的 那我的层次跟你的层次 就是不会同 里面可能就是小小 一个bit 这两个bit 位置搞错 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 LORA 1.0 就是定 这个LORA的标准 一开始的时候 有三十几个国家 都在 开始推 叫deployment 就是各式各样的建制 包含台北 台北当时 大概2016年 2017年 有台北市政府 在台北市 大概装了12个基地台 在台北市 大楼 装的设计 希望覆盖台北市 然后希望让 市民 或者一些企业 想要对LORA做投入的 比如说你不用建基地台 既然是台北市政府在建的 有点像公共的网络 所以你只要有感应器 你只要符合这个LORA 1.0的规格 你就可以把它送到 那个基地台就可以上平端 我想这样对我们开发感应器的 不管是学校 学生 或者厂商 就你不用架基地台 就可以上 用LORA上网 这些是蛮不错的 一般叫做一个 Open IoT的platform 一个开放式的平台 那当时这个基地台 就是正文帮忙做的 帮忙架了 架了12个 后来还是没有成功 因为在台北市 那个都市都是大楼 所以那个讯号就 到处被遮蔽 这边被挡住 那边的讯号不好 所以当时台北市想做一个就是 智慧停车 就很多停车 停车位 停车位 就是说 大家在 在台北市 开车 大家可能有些同学有经验 最 头痛就是找不到停车位 就哪里有停车位 又急 开会时间要到了 附近哪里有停车场 那停车场到底有没有位置 通通不知道 到今天 还是很多地方还是不知道 所以当时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每一个停车位 就挖一个 那个地磁的感应器 地磁 感应器就是说 当你的车子 停上去 车子的 最下面 一般都是铁 所以那个感应器就是 它是一个磁铁的概念 如果你的车子停在 那个停车位上 你车子的底部就是一个大的 铁片 就会把那个磁铁 把它往上 吸上去 那吸上去就是一个开的 开 然后又roll up roll up 送出去 代表说 这个位置现在有车子停在上面 你车子一移开 那个磁铁就 没有 没有铁 掉下去 就关的意思 所以变成说有车子停 跟车子离开 就是一个on off 就送出去 本来一个这样的概念 其实我们学校也有 如果各位下次走在校园 注意一下 给你讲是哪里 陈思泽 陈思泽 他对面那个马路 今天开始 前一阵子用那个黄色的油漆 把它隔 一般都是要停 一个小时的 限停 同学没有开车 或者下次走过去你注意一下 那里有四个停车位 四个还是五个 对不起 那个停车位 黄色的 中间 就被挖起来 埋了一个 这个roll up 地质感应器 车子停在那边 磁铁会被吸上来 就on的意思 他就会送 这个位置有停 为什么要做这个 因为那个停车位只能停一小时 所以你的车子停就在开始继续 过去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做 就是我们的校警要骑摩托车去巡 所以对校警来讲也很辛苦 因为他要骑来骑去 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停 你怎么知道这个车什么时候停 你要特别稍微记一下小超 很麻烦 油举那一边的 是停半小时的 所以变成说如果有这样的感应器 就是你车子一停下去他就知道 这个有在停 那就马上可以计时了 然后可能 快到一小时的时候 比较好的 就 手机通知一下 如果他知道是哪一部车的话 可以先提醒 不然他就是提醒警卫 说这个车子已经 超过一小时了 你要开发单 可以过来 所以 我们学校也有在做 但是 没有在用 为什么没有在用呢 因为那个讯号不稳定 就是说那个 Lora传书刚提到 因为他要看你的位置 遮蔽 如果是不稳定 不稳定就很痛痛 明明没有车 你说那个车子有在用 车位 明明是有车子 你说他也是空的 这个都会造成 比较维修的困扰 不anyway 就是说当时 台北市 就希望做这个智慧城 我们过去几年 台湾 不管六都 都在做智慧 智慧城市到底在做什么 第一个就是停车场 第二个就是路灯 智慧路灯 我们台达馆 各位走出去 旁边那里有好几根 智慧路灯 那 路灯特别设计 上面有个照明 然后上面其实有网路 有camera 他在算流量 就是说 我们台达馆前面 人的流量 是 统计这个数字 然后如果是智慧照明 还是说那我晚上 我不用全部开 有人出现了 或者有脚踏车出现 我再开 就是节电 节能 所以智慧路灯 他本身要感应 你有没有物体出现 然后去控制那个灯 那比较厉害的是说 你如果走路的话 现在很多大楼也都有 我们这个 一楼就有了 你晚上 都按掉 你走过去他就一直开灯 他有一个感应器 知道说有人出现 他就开灯 就走到哪里 亮到哪里的意思 这个智慧路灯 智慧停车 都是过去智慧城市要做的 智慧交通 等等 那 那然后来 可能都是因为 刚才这个 在都市里面 大楼林立 这个讯号 到处乱窜 就不见得那么 完美 尤其像停车位这种东西 不能误差的 不能误差的就是说 你就明明跟我讲说 这里有位置 可是我开到那里是没位置 一肚子红 所以 这种停车位 误差太多 这个会造成很多迷怨 所以 还有其他的方法 就是 侦测停车位 有没有多少个空位 要反方很多 不是只有这个位 可以用摄影机 好像用摄影机 影像分析也可以 他影像知道说 这个位置有车子 这个位置上面没有车子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叫rm fan 各位这么看 rm fan 我们一般叫sub 就gigahertz gigahertz 就是我们叫sub 900多mhz 就不到1giga 叫做sub sub1g 就是 deeg 在我们这个lora里面 台湾是900多mhz 每个国家也不一样 这个频谱这个事情 就是说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我刚提到 所以even是电信公司 每个国家的电信公司 他的频谱也都不一样 这是国家级的 这个 可能有些是放在居置用途 有些放在国本用途 有些放在 比如说 其他的用途 特定用途 那 现在 5g 我们现在已经到5g 5g本身基本上有分 24gigahertz 以上 一般叫minimeter web MM minimeter 这个是高频的 那有的在3.5g 3.5g 也是 giga 3.6g gigahertz 那有的在 900多mhz 就叫sub sub1g 就是1g以下 通常就是900多mhz 那我们刚好台湾的road 是掉在920到925mhz 这个范围 后面会提到 好 那他的modulation 刚刚已经提到 就是trip spectrum or FSK Face shift key frequency shift key Data rate 就是250 bit 到50k bit per second 这个当然 不是固定的 那如果讯号 够清楚 够干净 可以到100k到200k 是有机会的 那是有机会的 看距离 眼镜 也有关系 越远 就会速度越慢 越近 对不起 眼镜是只有跟基地台的位置 基地台在这边 你离基地台越近 讯号越强 可以送得越快 你离 基地台越远 比如说离了10公里 那个讯号已经很弱了 所以 就会 就只能送慢 慢的 不就把快 快不了 所以变成说 快慢 会跟 我们的距离 对不起 离基地台的距离有关 所以我这里有一个叫做adaptive 我们后面也会介绍 adaptive代表说 它是可调的 就它的传输的速度 是跟 我们 感应器跟基地台的距离有关 越靠近 我速度可以越来越快 那越远 我的速度就要降速 它是有个关系的 我会介绍 它有一个 curve 有关 关联性 好 那叫adaptive 我可以调 不是固定 我可以调 因为 为什么要调 因为我的感应器也不一定是固定 感应器可以会动 感应器为什么会动 我在车上 我在车上跑 所以我会动 所以我可以在 根据我的地理位置 调整我的这个传输的速度 那你看这个传输的范围 就是看你是在都会区 2到5公里 那稍微 城市的边边 就15公里 因为 比较没有那么多大楼 遮壁 那到了这个 更 开阔的 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比如大片的草原 山坡 海平面 那个直接售就是15公里 这个其实 很好用 就是也有前一阵子有那个 我们叫救难 我们台湾很多人 在疫情之前 都会去浮潜 甚至深浅 浮潜就在海面上 深浅就是背一个氧气筒 沉到下面去 可是到浮潜或深浅 常常就发现 浅水浅一浅都烧两个人 因为那个海流还是很轻 所以在 海底下 稍微不留意 这个热带雨很好看 我以前常常带雪人去浮潜 我们以前都常进东北角 台湾的东北角 我们有去 十几二十套的浅水设备 带雪人去浮潜 现在看起来是蛮恐怖的 那当然有可能就是说 因为观赏这个热带雨 实在是太好了 太棒了 那就被海流带出去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浅水教练他就想要用LOWA 就是说让 学员 你就带一个LOWA的感觉 就带着 那你漂到外海去 我还要十公里 二十公里我还可以把你找回来 因为我有定位 卫星定位 所以我在手机上就可以知道说这个 我们叫学员 漂到哪里去 其实很容易 而且很便宜 而且很好用 所以当时很多潜水教练 都想要用这样的技术 来 来做这个 应该是说 紧急的 救难 这都很重要 前一阵子有很多这种 不管是山 难 也很多 台湾特别多 尤其这个山林开放之后 我那个山难的比例 几乎每个礼拜都看到新闻 吊到山里面 吊到背坡下面 无人机也派出去了 找不到 因为视线都是被遮蔽 直升机派出去 贴过我们家 都是大雾 也没办法去找 所以如果有像这样的LOWA 带在身上 你卫星定位 发送求救群 有机会把它找出来 那我记得在三四年前 那个联发科 他们就举办了一个 物联网的竞赛 规定要用联发科的竞赛 就有一组就联发科 76 我们用的是7697 Linked 那时候是Linked One 第一代的 就用LOWA做 就是 在山里面的 追踪 就带一个LOWA的 通讯 然后加上电池 加上联发科的 Linked One 就拿到冠军 20万的奖金 就变成说 在山里面的通讯 可以长距离 不用特别的基地毯 就可以通讯 这个就蛮适用的 但不是保证说 在山里面都可以 收信号收得很漂亮 不一定 要看那个一样 山坡的 如果万一掉到那个 就是完全是在深谷里面 可能他讯号也不见得送得出来 因为山也是一个遮壁 但如果在山上面 几个制高点 架几个基地毯 可以覆盖很大片的山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 像灵物局 他们都在抓山老鼠 山老鼠怎么抓 那他们现在的做法就在珍贵的 比如说 神木 檜木 在他的上面 装一个感应器 所以如果这个树有被 在 破坏 震动 就赶快送出来 可是山老鼠也很厉害 他先去找你的感应器 先把他收拾掉 把他收起来 所以现在 又进步了 因为如果山老鼠 他要 锯木头 一定会用那个 锯木的 锯链 那个马达 一打开 又震动 声音 所以现在 不是感应那个树的震动 是感应那个 就是那个 电锯的声音 然后一样赶快回报 赶快送 那LORA本身 就是说那个山里面到 譬如说到警察局 就一般叫 不管是 领务局的什么 那个都好 好远 100公里 我们送不到100公里 但是LORA是可以 他可以跳得爽 我先送10公里 再送10公里 再送10公里 我还是可以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 要不要做 刚刚提到 这些都是制服可以做的事情 也不是特别的 高成本 这是要人去 建制 就是说 怎么样 用最新的科技 来保护山林 或者保护 在 山上的人 在海边的人 等等 我觉得这个都是 怎么去用 其实都是可以用得到 所以 你看他的距离 这个 感应 看感应器 不过我们 LORA是个通讯 它是个通讯的 技术 至于要送什么数据 不管你是感应震动 感应声音 这个都可以 但是不同的data 最后我们看它的 Low power Low power 就是说用两个 AAA的电池 AA电池 就很有概念 两个AA的电池 希望可以 用试 不过我们试过是不太可能 不过这个 当然也许是我们的这个 低功耗的 设计功力还不够 还可以让它 比较沉睡一点 好 那这个刚提到 LORA 有这个Alliance 所以就很多很多 企业 不管做晶片的 做模组的 做感应器的 做基地台的 然后做这个数据分析的 你看它这个 Alliance 就应该有三四百家 大家就 一起来推 这个LORA 那台湾也推的算蛮用力的 全世界 很多 都在努力的推 不过因为 LORA不是唯一的技术 刚提到 因为我还有 NBIOT 还有Wayntless 还有Sidfox 这些都是 都是Low Power Long Distance 所以还是 彼此之间还是会有一些 近和 就各有优点 各有缺点 那 这个就是目前 LORA Alliance 的一个 状况 那一样 我们再 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 开始跟各位介绍 LORA 然后Waynt 就比较上层 反正讲 LORA是一个 通讯 Fysical layer 那我们等下介绍 它的上一层 叫Meg layer 这个 这个是不同的 概念 好 我们一样 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来 10分钟 好 好 好